Hello 大家好 我是Coco 那作为XC60的车主呢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来到成都参加新款的XC60的试驾活动 那我入手的是16款的XC60 当时呢 我是被这个安全以及极简的风格深深吸引了 今天呢 看到新款我也特别好奇 想知道它究竟和老款有什么区别 那其实新款在外观上面改动并不是很大 新版呢 它分为这个运动版车型和豪华版车型 今天我拿到试驾车呢 是豪华版车型 我们可以看到啊 前格杉是这个直铺式的竖条这种前格杉 那在运动版的车型上呢 是点状式的黑色前格杉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包围的部分呢 也有一点点细节上面的小变化啊 就是多了一些层次感 可能在运动版车型上面看到的更明显 因为运动版车型呢 运用了比较多的黑色来体现整车的运动感 当然了 两样特别有辨识度的东西依旧没有变啊 那就是这个前车灯 雷神之锤 以及尾灯 维京之斧 那这一次最大的变化呢 其实就是在车尾部 车尾呢 改成了隐藏式的排气 并且呢 把所有T5的字样全都变成了B5 究竟为什么是变成B5呢 我们先留一个小悬念 之后为大家揭晓 现在呢 我们先上车看一看它的内饰 那我们现在坐到车内了 一进到车内就是熟悉的北欧风 这就是当时特别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我特别喜欢它这种极简风 就是让你看起来整台车都比较的低调 但是呢 又很想好 很有质感 整体看一下布局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还是T字形的方向盘 全液晶的仪表 树向的这个中控屏 但是我们看这里 豪华版车型上面现在用的是全水晶的挡棒哦 看起来真的很豪华 那在运动版的车型上面呢 它配备的是皮质的挡棒 也稍稍有一些小改变 但我们再顺着往下看的时候 发现这儿突然少了点什么东西 对 这儿少了一个滑杆 那之前那个滑杆呢 是操作多种驾驶模式的 但是这一次的改款 把多种驾驶模式都取消了 仅仅保留了一种越野模式 还是需要通过中控屏来去调节 据说呢 是因为 真的能用到这些驾驶模式的人很少 所以呢 这一次沃尔沃就把它取消了 这个全水晶的挡棒 再加上这种木纹材质的试板 看起来真的是那种 就是一点都不浮夸的豪华 那这一次的改款呢 很大一部分是对配置进行了升级 比如说我们看看车机 它是搭载了原生的安卓系统 然后点开之后看到里面的菜单页 非常的清晰啊 基本上这些程序就是一目了然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车机的设计 就是简单 方便 容易操作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车机所要具备的所有条件 另外我们看到车机上有很多的软件 比如说高德地图 墨迹天气 新浪新闻 华为应用市场等等等等 这一次的高德地图呢 是和沃尔沃官方进行了这个深度的定制 据他们产品经理说啊 这一次的高德地图在车机上面的使用体验 和在手机上面的使用体验是完全一样的 那在新款XC60上面呢 语音系统也升级了 比如说它搭载了这个科大逊飞的语音识别系统 你也不需要背诵什么指令 直接就可以和汽车对话 比如打开空调 打开车窗 这种指令它都可以轻松帮你完成 好了 那我们现在内饰车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就把车开起来 看一看它在驾驶体验上面有什么变化 好了 那现在我们把车开起来了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 在车尾这个车标部分 所有的T5都变成了B5 其实呢 是在新款的XC60上面 动力总成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这次的动力系统呢 是2.0T发动机加上48V的混动 变速箱呢 也是爱信的8AP 那这一套系统明显的感觉呢 就是在起步的时候 能感觉到它的响应特别的积极迅速 而且行驶起来特别的丝滑 那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感受 就是噪音变小了很多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做成体验 其实这套系统在S90上面 已经应用了一段时间了 现在也应用在了新款的XC60上面 值得一提的呢 是这一台车上面 它搭载了第六代的伯格华纳四驱系统 这套系统呢 可以把动力百分之百地分配到后轮 那在我们通过一些路段的时候 这一套系统会给我们更积极地响应 那今天我们试驾的路线呢 其实包含了很多平时的使用场景 比如说拥堵的城市通勤路段 还有相对速度快一些的这种高速路啊 快速路 给我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这台车在应对这些场景的时候 非常的从容 很可靠 其实这也是沃尔沃一直给大家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可靠 安全 通过一天的体验呢 其实我们发现新款的XC60 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地方 比如说外观上面只是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 但是呢 在内在部分 比如说车机系统啊 语音识别系统啊 进行了比较大幅的升级 它其实是在以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 去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 我觉得也正是印证了那句话 可能选择沃尔沃的人 并不是最懂浪漫 最有激情的人 但他们一定是最懂生活真谛的人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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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